最近想花10万块钱买一台家用纯电SU的用户真的是很幸福啊 因为有太多的车型可以来对比选择了 这是刚刚在国内完成首秀的领跑B10 除此之外呢 同厂还会有MG的ES5 深蓝的S05 包括银河的E5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对比的看一看 今天呢 是这台领跑B10在国内的首秀啊 它是整个领跑B系列的首发车 造型设计还是非常的理想 这家方面的配置呢 这台高配版本可以看到车顶有接红率达 同时车身上也会有环绕视觉的硬件 这台车整个侧面的轴长笔做得不错啊 整个轴距还是挺长的 可以预估到它整个车内空镜也会比较的宽敞 那这台车目前呢还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来公开 基本上就是一个外观展示的阶段 但是呢结合现在C10的价格 这台车起步价格应该会在10万块钱左右 那给一组外观空镜 大家看这个设计喜不喜欢 第二台车我们来看这台明觉的ES5 这是他们面向全球市场 特别是欧洲市场来开发的一台 纯电动的SUV 价格是10万3千9起 这台车的外观设计我觉得很值得一说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MP车型 大多都是偏运动 看起来是有一些攻击性 而这台车其实可以看到它更加的平和 那其实也会更加符合家庭用户的一个审美 因为之前那种偏运动的外观 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但是不喜欢的人就会完全的不感冒 而这样的一个偏向于家用的外观 那它的收众就会更加的宽泛 这台车也是用到了后驱平台 同时也是一个五连杆的后旋 那它的车长是4476 轴距是2730 我们现在就去车里面来看一看 内饰呢 就是现在新能源车比较主流的一个布置方式 前面有一个尺寸比较大的 单独的多媒体屏幕 并且也是内置了最新的 它们的斑马OS的系统 其实整个界面也是进行了全新的设计 整个界面呢 以壁纸桌面来进行一个呈现 同时下面会有一些常驻的Doclar 也来便于我们进行一些快捷的操作 继续上汽他们的这个纯电后驱平台 其实这台车车内空间的挖掘也做得比较的充分 不管是横向纵向还是垂向 可以看到空间都还是比较可观的 并且它的整个地台也是全屏的 所以这样的话 即便中间的位置来乘坐一名成年人 应该也有问题不大 再看后排有哪些配置 我的头顶上有一个带物理这样连的可开启的全天窗 前排座椅靠背后面呢有两个这样的储物的网兜 那两边二乘二就是四个 后排呢有单独的USB-C口供电 同时后排也是三个完全独立的头枕 所以这些细节还是做得比较的到位的 MG的产品呢 现在在欧洲市场要被征收到版值45.3的关税 这台MG的ES5也不例外 所以让别人来评判一下 我们的产品还是很有含金量的 上面一台车也是一个五字背 深蓝的S05这台车 在前段时间来上市 纯电版的价格是1199起 也是一个性价比挺高的车型 这台车的外观呢 应该来讲是延续了深蓝品牌 一直以来的比较年轻运动 然后比较科技的一个风格 我觉得应该是挺适合年轻人来选择的 其实这台车也是搭载了一些比较有趣的配置 比如说它的头顶有一个车彩相机 并且这里会有一个投影灯 那即便是我们抛开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趣味性的配置 它的本身也是一台机械素质比较不错的纯电的S5 之前我们已经试驾过了 深蓝S05的内饰呢 感觉它的内饰用料会比明觉的ES5会更高规格一些 比如说它这些皮质的材料 包括门板上用到这些复合材料 都是更有档次感的 所以这台车的价格其实起售价也会比明觉ES5会略高一些 这也是符合情理的一个事情 应该来讲这台深蓝S05它整个座舱体验适合它们同品牌 定位更高的L07和S07基本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除了这些内饰的皮革包裹 这些复合材料的应用之外呢 前面的屏幕也是用到了一块可以左右旋转的向日回屏 并且呢你也注意到这台车它的车机的交互 也是动画做得很丰富 今天我们事外在下雨 在这个界面上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个降雨的一个动画的显示 深蓝S05呢也是一款后驱平台的产品 但与此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敞的后排的乘坐的空间 因为它纯电版车型呢 从11万9.9开始就标配了56度电的电车包 同时也是支持一个3C倍率的充电速度 所以呢在理想环境下 它从30%充到80% 最快是只需要15分钟 这个本能速度还是相当OK的 所以呢你考虑到目前充电桩的数量越来越多 并且纯电车的低成本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并且这台车也是增程和纯电同价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你没有像五一十一春节这样的一个超长途的用车需求 那我一定建议你是买它的纯电版 最后台车来看这台吉利银河翼 我这台车在10月份的月销量呢已经达到了1.5万辆 所以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那这就是一台非常称值的家用的纯电的SUV 外观没有什么很锋利的线条 整个基本上都是以曲面来进行覆盖 所以整个的外观看起来就非常的温和 很适合家用 这台车纯电版价格呢是10.98万元起 同时它最大的优势呢是空间做得特别的大 尤其是它一些很细节的储物空间挖掘了非常的多 因为它是一个前置电机的车型 所以它在后排座椅的下方做了一个抽屉 同时在后备箱也有一个面积很不错的下沉的空间 这台车呢最近是增加了一个超红版 名字呢叫做吉利新建7EMI 价格同样也是10.98万元起 外观做了一些小的改动 同时也是改回了一个机械式的门把手 所以呢我觉得吉利和E5加上吉利的新建7EMI 两款车的月销量呢达到2万辆应该是非常稳的 那甚至可以来挑战一下月销3万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